欢迎收看今天文谦的 世界财经周报 文谦的世界财经周报 是在2007年 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开播的 当时我们意识到 这个次贷危机 在美国过去的历史上里头 很少出现 很快的就是银行倒闭 没有多久就来了雷曼时刻 之后是欧债危机 现在我们要看到的 是一场类似欧债危机 一样的重大危机 它来自于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 又爱又狠的中国 中国的经济正面临40年来 最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待会会给大家 做出更多的一个分析 只是从2008年 当时中国进行经济转型之后 一步一步的 最后房地产成了最大的祸根 而除了中国之外 为什么我谈到说全世界的经济 正面临欧债危机以来 相同的很大的经济危机 不只是中国 美国的数字也是如此 全球的贸易量 已经连续三个月都是下滑 8月所公布的 美国的PMI的数值 所有各行各业 不管你是从事服务业的 是业务 还是从事工厂的订单 全部都萎缩 这是全球性的一个现象 再过来德国 德国公布它的第二季的 经济成长力 GDP是零 跟上一季0.2是一样的 所以是零 然后所以就从原来的衰退 变成停滞 欧洲也拉警报 那世界就是这三个 主要最大的经济体 产值也最高 美国 中国 在整个欧米 全部都拉警报 所以全球的经济 非常的糟 只是所有的人 要意识到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而中国我们来谈一下 它怎么走上 40年来 最大的经济危机 首先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 2008年的时候 发生了雷曼兄弟 除了全世界赶快救经济 中国也参与了一些 救经济 直撞离大会 2009年4月 在伦敦召开 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林义富他提出了一个 两条腿的概念 就中国不可以再以出口为主 他必须有另外一条腿 另外一条腿就是内需 这个内需里头呢 有政府的投资 然后有消费的成长 而政府的投资 跟消费的成长 它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城镇化 就是说 它把很多在乡村里头的人口 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 当时是林义富的说法 跟中国政府整体的政策思考 它也不是什么贪赃忘法 完全不是的 就是它认为 整个中国有太多人放在乡下 所以让这些乡村的人 可以进到城镇里头 因此可以去创造很多的城镇 所以让中国整个国家里头 尽量地走上城镇化 你走上城镇化以后 就不是只有一线二线的 三线四线五线的城市 一个一个出现 然后高铁一个站一站地盖 然后呢也做了很多的基础建设 水利工程等等 因为要城镇化 然后这些房子呢 就三线四线五线的城市 就开始盖起来 然后开始变成了鬼屋 这从2016年的时候就出现了 在离上海不远的南通那个地方 当时啊 你只要买房子 不用交投期款 就已经2016年慢慢出现 后来政府有一些政策工具 慢慢扶之扶之扶持 可是你知道这种事情 除非你出现一个很大的 一个经济的大复苏 否则它无一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在1994年曾经出现 有一点类似 当时中国的经济体 是比较小的类似的危机 下行工作非常多 我们在上海里面讲过 可是后来这个问题 累积到金融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整个浦东当时都是鬼城 怎么过了这一关呢 是中国加入WTO 经济大幅成长 两万数字 两万数字成长以后 那一波解决掉 现在往前看 根本看不到这样一个 全球经济大成长 所以如果是中国自己 内部的问题 却有一个全球的经济增长 在出现的话 那中国做一些转型 一段时间 这问题可以解决 而且现在全球经济都这么糟 美国我们前面报道 川普的现象 美国最坏的时刻 还没有来临 而欧洲乌克兰战争 还没有结束 会不会是长期打下去 欧洲的问题 也是千疮百孔 而这些所有的新兴国家 也都还没有真的起来 然后过去的几个主要的 已开发国家 都面临了老龄化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 全球经济共同的痛 也看到中国现在面临 40年来最大的经济轨迹 所以它找不到一个 可以解决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完美的答案 而这次呢 整个房地产呢 就成了很大的祸根 我们刚刚前面讲 它从2016开始 在2021有个恒大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就变成连币国员通路都要倒闭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给大家做出一个 相当深入的一个报道 而在这些情况里头 中国40年经济的繁荣 终于落幕了 这是华尔街日报 下了一个据点 繁荣终于落幕 中国的繁荣没有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 其实中国崩溃了 也不是美国想看到的 因为全世界经济都会跟着 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下礼拜会去访问中国 那某个程度 他当然不会去支撑中国经济 可是呢 他们也看到中国经济不好以后 美国有什么好处 完全垮掉以后 美国有什么坏处 也看得很清楚 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期刊说 为什么中国的就业数据 如此糟糕 他们的看法是 因为对既有的体制 美国是对他们的体制是怀疑的 过去中国是对他们的体制 是有信心的 政策工具一出来 大家觉得政府有政策 就可以跟了 他们认为 现在习近平所领导的政府 这个体制本身 没有解决问题的太好的能力 本来大家都对中国政府呢 知道习近平 他掌握所有的权利 然后在上一届改组的时刻呢 把他身边的清新木了等等 统统都变成主要的 政治局的禅会 知道他的政治掌控 可是多少对中国政府 长期的官僚 还是有一定的信心 所以觉得所有的经济的下滑呢 都是因为新冠政策 清零的结果 没有想到清零一解除之后 死了将近一百多万人 房地产在过去呢 最辉煌的时刻 曾经占中国总经济三成 现在也还有两成多 现在不是占多少东西 因为它会冲击到金融体系 所以美国有些媒体说 房地产还不是最糟的状况 他们可能迎来中国的雷曼时刻 当然你必须注意到 西方媒体讨论中国的时候 都有夸大的嫌疑 可是中国真的没有遇过 这么大的经济风暴 近来西方媒体纷纷以高八度的音量 热烈讨论中国目前遭遇的经济困境 华尔街日报八月二十号 更大剌剌刊出一篇文章 标题直白写着 中国四十年的繁荣已经落幕 确实 中国经济乏力的迹象接踵而至 人民币汇价逼近历史低点 消费支出疲软 信贷成长大幅下滑 青年失业率高涨 再加上房地产泡沫破灭 地产业龙头横搭破产 近日碧桂源在金船处于违约边缘 投资人恐惧中国版的雷曼时刻 是否就快引爆 长期重压房地产投资的中融信托 也已爆雷 发行的信托投资产品 奔西无法兑现给投资者 中融所属的中值集团 是众多房地产企业背后的金主 因此其财务困境加剧了各界 对中国影子银行系统 和房地产纠缠不清的忧心 那么中国爆发金融危机了吗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 罗格夫的答案是否定的 罗格夫所谓的中国成长模式 与华尔街日报的观点雷同 华尔街日报指出 几十年来中国透过投资 新建工厂摩天大楼 以及造桥铺路 推动经济发展 这个模式在中国催生了一段 非比寻常的高速成长期 让许多人脱贫 中国也成为全球的出口巨人 中国开许四处大新土木 可以追溯到2016年 当年为了提振疲软的经济 中国拉低取得房贷的门槛 降低买房投期款 建商开始争相盖房 银行也把大笔贷款 提供给地方政府 让他们铺设新道路和新铁路 这也符合中国鼓励农村人口 向城市转移 推动城镇化 以提高人民收入的官方政策 但却演变成鬼城处处 满地烂尾楼的局面 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的 一项研究显示 2018年中国城镇家庭 房屋控制率约为20% 意味着中国至少有 1.3亿套空置房 反映出中国当局 城镇化的政策失败了 会演变成今日这局面 原因盘根错节 除了房地产开发商业心过大 贪婪无度 国际外在经贸环境 为强劲复苏 也是中国当局始料未及的 金融海啸之后 全球经济不曾真正恢复至原来水准 接着2020年新冠疫情又来袭 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支柱 出口元气大伤 BBC分析 中国大量城市也和许多世界其他地区一样 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产业发展与经济布局 无法吸纳太多从农村转入的劳动力 加上大量城市缺乏现代化工业 和服务业的发展 是城镇化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 疫情前 中国还能透过借贷和繁荣的房地产 保持经济成长 如今房地产泡沫破灭后 借贷也已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 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克鲁曼 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 分析2023年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与2008年北大西洋经济体 也就是次贷危机的差别 克鲁曼指出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比西方国家2008年金融海啸前 更加膨胀 中国也有规模庞大 问题严重的影子银行 以及地方政府欠下的巨额债务 但好消息是 中国基欠的债务本质上是欠自己的钱 而不像希腊等国家 是基欠外国债权人大笔债务 原则上 政府可以透过纾困或减免债务来解决危机 中国和皮书执行长米勒则认为 现在市场过度看衰中国 我认为我们在资金融海啸系统 是因为北京想要它发生 几年前 我们在其他人 谈认为中国政府 正在移动地移动地移动地移动 那猜猜 这并不漂亮 这并不糟 这并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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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将走向比较缓慢 但健康的成长 北京的高官们 似乎也已体认到 过去几十年的成长模式 已达到极限 有经济学家建议 最明显的解决方案 是转向消费导向和服务业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中国家庭消费占GDP 仅38%左右 远低于美国68%的比重 不过要中国人增加消费 减少储蓄 和中国传统价值观 可说是背道而驰 尤其在对经济前景 失去信心的当下 民众更不愿掏钱消费 北京政府希望把中国 打造成工业强国 拥有更强大的科技实力 经济学家说 他们不怀疑中国 能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 但凭这些还不足以提振 整体经济 也不足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中国人行希望用政策工具 来支撑经济 并努力试图维持人民币稳定 人民币疲软 却让央行无法更大幅度降息 或许因为如此 21号央行仅小幅度降息 经济分析师说 情势越来越棘手 中国政府陷入了 进退两难的处境 解套恐怕没那么容易 由于全世界对中国的信心不足 市场的抛售非常严重 创下历史新高 全球基金抛售了中国蓝筹股 高达93亿美元 虽然百度交出了 它第二季的净利润增长了43% 而网易第二度的净利润 也增长了67% 过去这些股票都会上涨了 结果上证指数下跌2.1% 其实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根本没有带来 香港恒生指数的恢复 香港恒生指数大跌 本周也只上涨了0.03% 主要的原因就是认为 中国经济完全已经不行了 40年的经济容景落幕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 未来是什么 有的人说中国经济放缓 不是习近平最大的问题 他真正的下一个问题 是金融水平会崩溃 可能最重要的是 还是银行的问题 这跟美国连麦兄弟的时候 是很像的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全球经济都不好 除了中国之外 还有一个是美国 美国企业是出现不均等的状况 AI好得不得了 跟AI有关的软体公司也很好 但是传统产业跟其他的产业 却不断地出现了企业的破产潮 我们刚刚谈到了8月的PMI 各行各业 不管是业务或是订单都萎缩 7月份他的耐久财也环比降了5.2% 也创下了新冠疫情以来最大的跌幅 美国的零售商表示 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也出现了 他自己因为可能房贷利息太高 他的房贷达到7.2% 所以他的收入根本就不够 然后加上通货膨胀 所以支出就越来越少 全球的央行年会里头 鲍威尔也提到 虽然通膨已经回落 但还是处在高位 所以你可以想象美国民众的情况 而太史的某些 比如百货公司 属于那种日常生活的 只要不是他非不得已 大家通通不愿意买东西 这导致了美国企业的一番破产潮 2022封关时 专家言由在耳的市场景语 在美国进入2023下半场后 开始应验 连软会自去年3月 启动暴力升息循环 对美国企业积累的副作用 整发酵成型 继3月份中小型银行 爆发资金流动风暴 接连倒闭后 一个又一个标志性 巨型企业宣告公司破产 落入债务重组 一年后 Yellow was one of the largest freight companies in the US specializing in less than truckload but the 99-year-old truck giant just collapsed They've been relatively close to bankruptcy at times This time it looks like that Yellow 百年历史美国货运巨头 巅峰时期一年业绩上看95亿美元 麾下有有3万名员工 1万2000辆卡车 合作客户片及全球80国 商业版图盛大 且连续三年获Fortune杂志评选为全球最佳货运企业 然而新冠疫情爆发的三年 让公司营运一举蹦出裂缝 全球货运天量萎缩 债务积累越来越庞大 疫情前的商业并购案 来到疫情面前 全部成为巨大包袱 加上与卡车司机工会的合约谈判 始终不顺利而连带造成财务负担 Bed Bath & Beyond 美国50年老牌家具商 过度流电实体商店销售模式走向死亡 推手不止亚马逊 好市多沃尔马 Best Buy 压低商品价格多角化经营 一步步打垮以南迪电子商热潮 同时又转型过慢的零售同行 Boston Market全美知名快餐连锁店 拖欠310名员工60多万美元薪资 公司债务缺口庞大 在近期遭企业总部所在地 纽泽西州州政府勒令停业 从货运业零售业再到餐饮业 美国实体经济随着国内整体利率环境上升 可支配支出大幅放缓 越来越多企业不敌高利率而倒下 那个新冠疫情下资金借贷超级宽松的时期 低利活络商业活动的时期回不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借款条件差的贷款企业 因银行大幅收紧借贷标准 陆续出现了违约还款 最后因周转不离 挥手再见 事实上三月才走过一遭破产潮的美国中小银行 八月初又面临一次风暴 由于当时惠玉才刚大动作调降美国最高等级的3A国债信用平等 知评新评公司目的却接着点燃动荡 不但一口气调降10家美国中小银行信品 并警告接下来可能调降另外17家同值银行信用平等 包括知名的美国银行BOA 如今惠玉再度示警 如果机构决定调降美国银行业整体信品 便可能对70多家美国银行进行降品 并暗示可能的落马者包括了摩根达通 联准会7月份会议记录重点 多数与会官员发表鹰牌论调 认为美国尚未脱离通膨风险 不排除未来进一步升息 强调全美通膨尽管降温 但依然高得让人无法接受 且当天与会所有官员几乎都支持9月在升息一马 即让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继续上冲至22年新高 来到5.25%至5.5%区间 带领美国抗通膨到底 联主会主席鲍威尔与准备竞选连任的美国特务拜登 显然与俄组阵线联络 但美国的高利率环境不只对资金储备不足的企业造成伤害 民间贷款人同样冲几巨大 联准会8月公布最新数据 全美信用卡卡债总额已突破1兆美元大关 且仅只是4月与6月2个月便积累450亿美金 为了一年新加坛的几年新加坛 每个月的高利率都比资金 逐漸倒卧在高利率环境中的 还有美国各大城市的 商用不动产市场 以美国最核心的城市 大苹果纽约的状况为例 整座城市的商用不动产 在新冠疫情结束经济解封后 陷入疲态 主因之一无疑是联准会的暴力升息 一路推高30年级的固定利率 抵押房贷利率 8月第二周利率突破7% 占上了7.08% 高不可攀的借贷成本 让商用地产房东 不敌空租率率创新高 产生负现金流的庞大财务压力 最终因负担不了庞大的房产维持费用 选择法拍者大有人在 如今看来 美国企业的集体破产 美国家庭的移卡养债 美国商用不动产率创新高的空租率 都是联准会 坚持连续升息一趟通膨 忽略了美国经济信有体质 能否承受更高利率的庞大连带代价 美元作为全世界最受投资市场信赖的流通货币 噪音利率环境改变而亮出的机械问题 会成回托雷美元的包袱 这无疑是美国的巨大麻烦 也是一个全新课题的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I的浪潮跟狂飙 现在是过度的期待 因此即将泡沫化 还是它刚刚开始 或许两个答案都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英雄 然后这个英雄呢 刚开始人们会过度的看低它 这个就过度的反弹上来 看高它 然后它慢慢修正之后 它终于带领一个时代往前走 我们看过去的二十几年来 从Microsoft、Bill Gates 然后接着变成是Steve Jobs、Apple 然后再过来 就是Elon Musk 他的Tesla 新的英雄Navidia来了 《八轮周刊》做这么一个封面故事 他说AI是货真价实的 他特别谈到Navidia 它Navidia的目前的市值 是直线攀升 它的第二季跟第三季的财报 第二季是100%以上 第三季呢 它的获利率呢 毛利率也直升了72.5% 所以它的说法是说 它的整个市值直线攀升 今年年初市值不到4000亿美元 现在已经乘以3 变成1.2兆美元 而它的CEO出身 是台湾后裔的美国人 黄仁勋表示 但他跟台湾的关系很深 在台湾有分工资 他说在这个季度 业绩飙升之后 AI的竞赛正式开始 所以现在才开始 这是他的说法 那当然会有很多人 就会投入这个AI的晶片 那Navidia也要面临相关的一个竞争 可是目前它是遥了领先 华尔街日报的看法是 回答的Navidia的AI狂飙 才刚刚开头 日经新闻是比较保守 它的看法是说 它看起来一直独秀 但是它的供应是有点不安 另外有一个问题是 现在Navidia所生产出来的AI晶片 它耗电量太大 所以将来其实还有一定的空间 别人是可以跟它竞争的 而有一些保守的看法 保守的看法我们也要一起听 比如说一个非常著名的国际研究机构 叫Gartner 它说像这种创新的技术 问世的时候会历经五个阶段 而目前眼下的AI Navidia 是属于第二个阶段 ChartGP也是属于第二个阶段 这个第二阶段叫做过度期待 从一刚开始 大家不了解 突然出来觉得不怎么样 后来就过度的期待 然后将来就会开始修正 这是比较保守的看法 另外耶鲁大学的教授 希勒最近被邀请来台湾 他发表了一个看法 他说其实AI呢 现在并不是最关键的时刻 他会要更成熟 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才是主导整个人类 很重要的科技发展的时刻 他说就很像在1840年 当时的铁路 铁路那个时候标出的速度 叫做70公里 十分之不得了 那个时候其实了解 美国经济的人 大家就知道 美国经历了一场金融风暴 就是铁路公司带来的 因为大家都去投资铁路 结果一大堆铁路呢 最后就泡沫化掉了 然后最后重新的再修正 最后铁路才成了我们 大家都熟悉的一个铁路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 看铁路的时速 高达70公里的时速的时候 觉得说不得了 我们现在觉得没什么 我们现在觉得 哇这AI不得了 将来也会觉得 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修正 然后会有一个 再次的突破 然后随时都可能会来临 那AI基本上 我们就要看着它的整个发展 那它的情况呢 其实跟Tesla的情况刚开始 很多人并不看好 而且华尔街很多人还做空它 就今天没有人敢做空Tesla一样 可是中间你也看它的股价 起起伏伏 那Tesla终于成为 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接受一个电动车 而且它的技术也非常的成熟 要不然早期随便它一个车子撞了 拿一个事情什么失火了 就成了大新闻 就认为这是一个 根本不可能的一个趋势 现在是一个倒过来的趋势 倒过来的趋势就是 未来不会有汽油的车 都是电动车 那我们重新从Tesla上 也可以看到相同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的分析报道 AI增长的故事才正要开始吗 我们开始了NVIDIA 明天早上开了级级级级级 后来报告这次的爆炸 回答完成许多人眼中不可能的任务 8月23号公布最新财报 第二季合并营收135亿美元 较Q1 71.92亿美金大增88% 比去年同期第二季爆充101.5% 双双优于市场预期的112亿美元 和辉达自己评估的110亿美元 且第二季毛利率71.2% 年增25.3个百分点也同样惊人 好还要更好高还要更高 执行长黄仁迅继续喊出 回答渴望交出季度营收 上开160亿美金 毛利率上冲至72.5% 渴望又一次炸裂市场的第三季爆表财报 回答如今用了令投资人目不转金的数字 彻底确立了自己是放眼AI产业中 唯一王者的独强风范 执行长黄仁勋也在电话会议中 告诉投资人公司展望未来可期 他也在路透社专访中点名产品需求未来 只会更畅旺有两大原因 一是以CPU为资料处理器的传统形式 势必将转往GPU为处理基础的资料中心 二是随着市场对AI系统提供的 生成式内容需求大幅度提高 凡多产品种类从法律文件到行销材料 都将是未来潜在客户 但金融市场乃至于全球各个产业 其实心中都存在着同样的巨大疑惑 这股正在浪头上的AI风潮 真可能一时半刻 看不见潮作时刻吧 国际指标研究机构Gartner 1995年发表理论 技术炒作周期 用来分段创新技术问世之后 走过的各种生命周期 一般而言会立即五个阶段 科技初创的启动阶段 过度期望的高峰阶段 泡沫化的谷底阶段 然后是走过谷底稳定爬升 最后才进入实质生产的高峰阶段 Gartner近期发表报告 指出生成是AI将在2到5年内 进入所谓成熟发展期 并预测到2025年之际 全球由生成是AI所产生出的资讯 将占人类接收总资讯量的10% 且届时多达三成的全球大型机构 都将交由生成是AI来负责制造公司内部的公开资讯 并估计2023年全球AI晶片营收将达1.7兆美金 2027年更将翻倍 因此如今的AI浪潮 究竟是落在哪个阶段 Gartner表示人工智慧 正处在期望膨胀的高峰时期 Take a look at this chart Gardner poses the question Is generative AI about to fall into the trough of disillusionment? According to Gardner, new technologies, they go through a cycle There's an innovation trigger and then a peak in inflated expectations before coming back down to reality and ultimately building back up to what it calls a plateau of productivity but not again reaching those heights at the top See, there's generative AI right at the top of that cycle according to Gardner That's really the overarching question in markets about the technology at this moment and what NVIDIA could help answer tonight I mean, that peak there at the top of that chart that could last for a few years it could last for a few months we just don't know Investors are expecting NVIDIA to at some point achieve the impossible and at some point that expectation probably needs to be corrected The correction of expectation is needed at some point because AI is really not ready to be used in a widespread economy-wide fashion it will still take a few years So while AI is certainly exciting prospect and it's expected to change the way we work and we approach work it is not here at this moment 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席勒 近日受访时提出个人观点 他认为眼下AI的发展 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时间点 他举例来说 这就像1840年代 全球见证英国的铁路热潮一样 当时火车飙出70公里时速 各界就已近乎连连 相同速度放到今日 其实平凡无奇 因此建议投资人 现阶段的AI类股 当然具有投资价值 但他警告 经济环境中存在的各种叙事影响 对股价也绝对有连带影响 尽管投资AI产业是正确的潮流选择 但修正与变局也可能随时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 前总理 澳洲的前总理陆可文 他在上个礼拜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谈到了现在的冷战 跟以前的冷战的一个不同 他说以前的冷战 美苏两个都是绝对的霸权强国 其他的富裕国家 都什么都得替他们的 可是现在的两大霸权 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自己都是衰落的霸权 或是自己本身面对的 重大的经济困难 所以呢 小国反而在现在的新冷战时期 有很大的发言权 而他点名的小国里头 最典型的除了印度之外 就是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 中国来拉拢 美国不敢得罪 所以他可以关他的王子 他可以杀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还把他肢解 然后他可以有很多的人权的坏记录 最近他的边境还杀了难民 但是这个新闻 只有人权组织谴责他 拜公一个字也不敢批评 这些图片 这些图片 captures the hell faced by those trying to cross from Yemen to Saudi Arabia as filmed by the migrants themselves 这些人 has serious injuries in the legs and in the back this woman's arm is wounded and a man called Elias lost his leg to an explosive round of ammunition outside Aljamori hospital a cargo container is filled with at least four corpses those still standing don't have access to medicine or supplies this is far from the worst of it Human Rights Watch interviewed dozens of witnesses who testified that Saudi Arabian border guards are carrying out massacres I saw people killed in a way I have never imagined I saw 30 people killed on the spot 在这个被世人一望的 环解边境 一场明灭人性的屠杀 正在发生 in my group there were seven people five men and two girls the border guards made us remove our clothes and they told us to rape the girls the girls were 15 years old one of the men refused the border guards killed him on the spot I participated in the rape yes to survive I did it and I repeat most of the victims are unarmed they're fleeing war remember Ethiopia saw a bloody war in Tigray for two years and now there's violence in the Amhara region so a lot of Ethiopians are fleeing conflict many are smuggled to the Yemen-Saudi border by human traffickers they're exploited at every turn only to be tortured or murdered by Saudi border security the Saudi border guards are using explosive weapons and shooting Ethiopian migrants at close range the reason why it's 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se are widespread and systematic attacks is because we are saying they may amount to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between March 2022 and June 2023 Saudi guards are alleged to have killed hundreds if not thousands of people trying to cross into the country nine out of ten of them being Ethiopian the satellite photos taken in February 2022 and released by Human Rights Watch showed 12 hastily prepared graves in the mountains near the border by June this year there were six times that number seventy two 总部是在纽约 的人群观察 采访了数十名 伊索比亚难民 并分析了上百个视频 照片和卫星图像 得出沙烏地阿拉伯 边防部队 虐待屠杀难民的事实 This research is important because while Saudi Arabia is trying to play an even bigger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is intent on whitewashing and sports washing its image internationally it is simultaneously firing explosive weapons at unarmed civilians In June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said 795 people had died at the Saudi-Yemen border in recent months Last October special rapporteurs for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lso sent a report They said 430 asylum seekers had been killed between January and April 2022 Another 650 had been injured This was last year The numbers have reportedly just kept on increasing The latest report by the Human Rights Watch has considered cell phone footage Videos allegedly shot by the migrants to document their plight 儘管沙烏地王 除薩勒曼 原本就恶名在外 但屠杀难民的 醜聞爆发 对其积极改善 沙烏地的国际形象 无疑是雪上加霜 at this stage But the evidence that's building up is going to be very, very hard Saudi Arabia has been coming back with sports washing where it's pouring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into big global events to improve its image around the world Joe Biden going to Saudi Arabia despite everything he said about Saudi Arabia being a pariah last year and now we've got Rishi Sunak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saying he is going to welcome Mohammed bin Salman the Saudi crime prince anytime soon so this comes at a very bad time for the Saudi brushing this off is not going to be easy 人权组织呼吁 沙烏地立刻撤销 任何故意 对难民使用 致命武力的政策 并要求各国政府 对沙烏地 与夜门官员 实施制裁 也呼吁联合国 针对杀戮 和虐待难民行为 进行独立调查 沙烏地阿拉伯 近期在美中之间 越来越靠向中国 他又是美国在中东 最重要的盟友 沙国抓自己的王子 只解杀害 华盛顿邮报记者 卡舒吉 拜登仅批评一次 即引起外界 认为其发言不当的批评 美国外交政策 期刊报道 近期以色列 为了改善 和沙国的关系 总理 纳坦雅胡 虽然长期以来 一直警告 中东有核危机 但现在 似乎愿意允许 沙烏地阿拉伯 拥有核武器 以换取关系 正常化 纽约时报 因此形容 沙烏地是 钱多 好办事 得以从国际 弃而 便坐上兵 只能说 沙国在 微妙的大国博弈中 拥有违反人权 甚至 杀人的特权 我们刚刚请没提到 中国正面临40年来 最大的一个经济危机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叫做confidence 其实信心为什么很重要 在1929年大萧条里头 其实大家注意到 经济学里头 最核心的字眼 当你对信心一消失的时刻 那个经济就会进入一个 螺旋式的一个下滑 而中国的家庭的储蓄率 现在是46.1% 这看得出来 民间想办法 你赚到的钱 储蓄46.1% 就可见他对于 整个未来的前景 完全不乐观 他不相信政府 可以解决问题 就是他拼命地存钱 不敢消费 那这只会使整个经济 越来越恶性循环 过去呢 在2008年的时候 中国提出来的概念是 中国当时的民间储蓄率 差不多45%左右 他们希望下滑到35% 这样中国经济 才会比较健康 现在不降反升 而美国的储蓄率 17.4% 美国人开始存钱 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对全世界 也是一个坏事 因为美国以前 是不存钱的 现在占17.4% 也代表美国人 对经济其实 也不够有信心 来看一下全世界的人均 在人均里头 很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跟韩国 作为一个出口经济 他们为了要保出口 所以日币跟韩环 都大幅贬持 这使这两个国家的通货膨胀 都相当的严重 而中国的人均呢 在当时希望劳动合作法 通过平常人的收入 这个劳动力的收入的 希望人均高达一万以上 那过去这几年下来 从八千块钱 一路上到现在 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万 它是有做到 它的人均的标准跟成长 希望翻两番 但是谋程度来说 它就是不花钱 所以我们刚才说 问题是出在 没有信心它的储蓄率 而印度呢 大家觉得它很强 但事实上现在印度呢 它的人均呢 只有0.26 它是很严重的贫富差距 而这个数字呢 两千六百块钱美元左右呢 是差不多中国 在两千年左右的 一个水准 英国也只有到 四万六千三百七十万而已 而美国虽然有八万多 但是美国贫富差距 非常的严重 新加坡是最高的是 九万一千一百万左右 而七月以来呢 主要的国家的升降息 都跟他们国家的内部 有的是通货膨胀 有的是通货紧缩 主要的升息的国家 几乎都是通货膨胀 其中升息最严重的是 阿根廷 它几乎通货膨胀 快了到40% 所以它现在 它的利息多少 是118% 就这么高一个利息 然后再来约旦 它是小幅升息 俄罗斯是升息到12% 它并没有升息到 像阿根廷这么可怕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主要升息的国家 然后呢 接着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是降息的国家 降息国家里头 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它是降息从原来利率的 2.65变成2.5 降息的很小幅度 所以代表它进入了 通货紧缩 另外也是巴西 也进入了通货紧缩 那我们所看到 全世界有的是通货膨胀 有的是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呢 基本上就是国家 大的内部 对于经济是没有信心的 经济成长也开始趋缓了 那么整个经济信心下滑 所以全世界经济 其实是一个 蛮不稳定的状况 也没有人乐观 也没有人看好 可能除了AI的 几家公司之外 非常谢谢大家 收看今天 文钱的世界周报 文钱的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下礼拜 节下礼拜见的时候 就是文钱的世界周报 18年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